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2月12号星期三 今天白天的时候 当然现在其实是2月11号刚过了12点 白天的时候我录了两期节目 一期我说到就是说 为什么武汉好像看起来 它的致死率死亡率比全国提高 我当时我就说了 实际上是因为武汉感染人数多 而它没有据实报道 或者说它现在医疗条件也不够 没有都确诊 如果都确诊的话 你会发现武汉和其他地方差不多 据此我估计 我当时我说我估计就光武汉地区 我认为有20万感染患者 有一些网友 当然现在网友也是 网友现在也发现 刚开始我说这些时候 网友还是愿意跟我去探讨一下 但现在也发现 我说这个东西越来越准确 发现很多我前面 只要我说的几乎99% 最后都实现了 但是他们也还是在探讨 就是说 斯东哥 你是不是有点太跳到有点快 20万会不会有点多 是不是 因为之前还说全国20万 现在武汉20万 是吧 我说咱们看VUUC 好吧 我刚刚得到了一个文件 这是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的应急保障组 下的文件 文件叫什么 叫关于下达救治场所建设储备计划的紧急通知 这里边在工作目标上 他说 要在2月15日前完成总量8万张床位的储备 在2月20日前完成总量10万张床位的储备 当然他说是储备 对不对 就说也不是说一定要用 但是说实话 如果他要在2月22日之前完成了10万张床位 我想其实你能够估计出来 对吧 我们以前算过就差不多 如果有12万人感染的话 就要1万多 可能就需要住院 因为有的人症状轻 有的人症状重 对吧 如果我说如果是20万人感染的话 可能就得需要两三万三四万的床位 对吧 他现在准备了10万张床位 对吧 你就会发现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在说数字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趋于保守的 我想 你们不知道你能听懂我的意思 好吧 当然了咱们也要承认 他不是说储备这10万张床位 全部都是重症 他是定点医院的床位 要有14000张 轻症治疗点的床位 要有3万张 集中隔离点 可能这集中隔离点 可能就是像这种 方舱医院这种 要有5万的 5万6000张 好吧 我想基本上要印证了我今天说的这个视频里的我的数据 对吧 这证明我的数据其实不夸张 还相对来讲算是保守的数字 对吧 另外一个也提到了 就是说陈一新同志在我们死冲季 我们大力的保举之下 他终于空降无哈了 不容谢 好吧 但是我今天的视频里已经提醒了陈一新同志 我们想他去了之后这么如此的疯狂 完全打开了陈全国同志在新疆的这种模式 疯狗一样的模式 我跟陈一新同志说 就说你要看看 陈全国在新疆搞的疯狗模式 最后是天怒人怨 对吧 搞到了国外也是极为的不满 然后新疆那儿的 不光是维吾尔族人不满 很多基层的这种汉族的干部也不满 最后以至于他们把材料都怼到海外来了 对吧 所以我要跟陈一新说 你去了 你想要大有所为 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是头脑要冷静 我知道这是一个露脸的机会 党和国家给了你这个机会 虽然是在我的大力宝 保健之下 你是想露个脸 因为什么 以前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2003年非典的时候 王岐山也是当时是雷厉风行 露了个大脸 以至于王岐山后边的仕途 就是非常的渗 是吧 陈一新当然就觉得 这次国家派我去了武汉 我要争口气 不争馒头 但争口气 我将来 他现在就幻想着 将来自己能像王岐山那样子 一路平步青云 能够就直接上去 我要说陈一新同志 你要明白 03年和现在2020年不一样了 十几年过去了 社交媒体 个人媒体已经溶陷了 所以你做的一定要柔和 不能够那么的雷厉风行了 而且情况也不一样 当时03年的时候 人数各方面的 其实没有那么多 对吧 而且说实话 咱们必须要说 03年在处理非典病人的时候 也有粗暴的地方 给很多病人的 当时就是说 对于激素等等的 这种使用上 就是有点怎么说 就打死了卖炎的 你知道吗 不怕闲 你知道吗 就是玩猛的猛上 激素什么的这些药物 给他抬住了之后 其实03年当时 非典有一些患者 留下了一些 还是比较痛苦的一些副作用 在后来很多年 还都受到他们的影响 当时因为人数也少 所以反正用了一些 雷厉风行的手段 还是就是说 因为保护了大多数人 最后王岐山还得到认可 但是陈寅同志 我希望你要小心 首先这次的疫情 跟上一次的不太一样 这个病毒明显比上一次的 要厉害了很多 当然为什么厉害了这么多 你可以问Beautiful Stone 你可以问你的施美丽姐姐 怎么回事 怎么 大姐下手够寒 你是不是 超级萨 打开了超级 超级萨斯模式 不是超级萨亚人 超级萨斯模式 我说 我已经看到了 有这个视频 有你们派人去抓人家 这些就是说不愿意出于住宴的 有一些什么发烧什么的 我还看了一个大娘拿着菜刀就出来了 跟民警就干上了 拿着菜刀就剁 剁民警的视频 我都看到了 我觉得陈欣你要冷静 我还是这句话 愿意来医院的 我们欢迎 不愿意来的 自己在家隔离 不要上马路 你可以派人 就是说封锁马路 在马路上 就是说封锁 如果你上马路了 我侧你 你发烧 我就去把你抓走 你如果发烧了 不要出来 你在家待着 你们家派一个 就是说不发烧的 如果你家已经没有不发烧的 你就应该住院了 因为没人照顾你 对不对 所以我就说你要有一个 就是说 还是要采取一个资源模式 不要到人家里人 去抓人 人有的人就想自己在家隔离 我觉得还是得允许 对吧 你不能胡搞 你现在我不是说 你准备了10万张床位 就一定要把这10万张床位 都躺满 是吧 你还是要冷静 不要出人间悲剧 不要从一个极端 走到另一个极端 之前的那一阵 刚开始火神山 火神山还没建好 风塘也没建好的时候 以至于到 有一些人得了病 不能回家 又没有办法住院 那时候好多人拿着 住院条都住不了院 那时候没床位 以至于有的人就自杀了 有什么桥上跳来 跳楼自杀的 吊死了 上吊了 对吧 我看见的就有三个 我看到视频的都有三个 就自杀了 不愿意回家 是害家里人 又没劲去的 对吧 现在倒好 准备了10万张床位 床不满 就去人家里 给我感觉有点拉撞钉的那种节奏 不能这么搞 真共产党咱们还是要冷静 不要走极端 咱别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是吧 我不想 我不希望看见过两天又有什么军民冲突跟警察打起来了 又有死伤 是吧 冷静 冷静 你可以在街上射减一点 就是说如果你发烧上街 对不起 咱隔离 没上街的 不要去家里抓人 好吧 陈一新同志 我觉得两个我都说完了 好不好 然后关于这个 有的人可能需要 我一会把这个发到我的推特上去 好不好 我看到好像有一个人发 我还能找到着的呢 我就直接转推他 找不着的话 我就给你们发 然后这个我就不给你们加水印了 好吧 因为水印我现在会加了 我就不老显配了 好吧 这一期讲到这里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